又見面啦各位,我是翔羽 今天的Vlog其實比較特別 因為今天我們是要用講故事的方法來呈現這個Vlog 那可能有些觀眾會覺得 翔羽講故事很無聊 那就多講一些幹話吧 今天的Vlog沒有要去什麼名勝古蹟玩 而是單純的回鄉之旅 讓各位感受一下 那種台灣的田園風情 那今天的旅程 呃...就從這裡開始吧 第一站,我們就先去彰化吧 那在去彰化的途中呢 我們會先經過幾個大城 分別是桃園、新竹、苗栗、台中 最後才到彰化 在其中呢 桃園跟新竹分別是科技大城 那苗栗以及彰化則是農業大城 那台中呢 呃...台中是空屋大城啊 經過了三四個小時 我們終於到阿公的家鄉 彰化了 我們一到彰化之後呢 就先去找阿公小時候的玩伴們開槓 齁...對啦,就是聊天啦 那我們也在他家做了一下子 然後呢,他就帶我們去阿公的老家看看 那因為很久都沒有人去搭理 所以呢,這個老家現在也是一片廢墟啦 非常適合拿來當成恐怖片的拍攝場景呢 那房子裡面其實也不大 阿公呢,也在裡面找到了他以前的照片 還有一些作品 就是以前忘記拿去台北的啦 在那裡,我們發現了一種非常特別的植物 這種植物呢,會發出一種很香的味道 有多香呢? 呃...就是非常香啦 不知道有沒有哪一位觀眾知道這種植物的名稱呢? 有的話,下面留言告訴我喔 那在這之後呢,我們就到彰化旁邊的城市 叫做南投 南投呢,是一座被山所包圍的城市 所以呢,號稱三之城啊 沒有啦,這個是我自己講的 南投呢,是台灣唯一位於內陸 而且不靠海的縣 因此,南投不靠海,而是靠山啊 喔,那裡的山真的是有夠多的啦 一到南投之後呢,我們就先去吃午餐 這餐廳的地點呢,是位於南投的米間 喔,這個名字聽起來就很fantastic啦 對不對 我們在那裡吃的好飽好飽 那個飽足感到現在,我仍然還記得啦 那裡的菜真的是 嘖,超讚 而且呢,我們還在餐廳外面發現一個非常特別的草本植物 這種植物呢,據說叫做狗尾草 然後呢,通常是用來燉湯啊 進補啊之類的 那可能也可以用來綁東西吧 那各位知道,南投除了有一堆山以外還有什麼嗎? 沒錯,他還有一堆蜜蜜 什麼是蜜蜜呢? 蜜蜜就是那種吃起來酸酸甜甜 反正就很好吃的東西啦 在其中呢,酸梅是最有名的 南投的酸梅呢,他別有一番特色啦 就是他是酸中帶甜,非常好出啊 有趣的話,一定要去嘗試看看喔 你以為這樣就完了嗎? 沒有喔 我們在店門口發現了兩棵楊桃樹 那其中呢,有一棵楊桃樹是公的 有一棵楊桃樹是母的 那你一定很好奇要怎麼分辨對不對? 這個答案呢,非常的淺顯易懂啊 其實呢,是因為有一棵樹是有那一條的東西 那另外一棵樹是沒有那一條的東西 那那一條的東西是什麼,可能 大家回去腦補一下囉 但是呢,我看到的他的那一條是長得非常非常特別的 非常畸形 但是這種東西呢,本來就是因人而異嘛 對不對,各位 好啦,我們不要再講關於那一條的東西了 其實呢,南投還有另外一種名產 這種名產呢,普遍上來講 應該感覺是熱帶國家會比較多 沒錯,這個東西就是冰淇淋 這邊的冰淇淋呢,其實就是俗稱的雪糕啦 吃起來冰冰的 由於那個雪糕墊是位於這個山上 所以那邊真的是非常的冷 所以呢,我們就入境水俗 買了幾個雪糕來取暖 一吃下去,全身都熱了起來啊 在那之後呢,我們就到我阿嬤的家鄉 水里去看看 各位,這裡的水里齁 不是指在水的裡面喔 水里是一個地方的名字 雖然我不知道為什麼水里明明 還要叫做水里啦 不過,老婆餅裡面沒有老婆啊 洋芋片裡面都是空氣也沒有洋芋片啊 那我們一到水里之後呢 就發現 哇,整個水里箱呢 到處都是燈籠 然後被布置得紅通通的 一問之下才知道 原來呢,他們現在正在舉行一個慶典 叫做奇安教 奇安教是一種道教的傳統儀式 也是民間習俗 是為了答謝這個神明 對當地的保佑 並且呢,祈求風調雨順 國泰民安的日子 這個慶典呢 是12年才會有一次的喔 在慶典進行的前幾個禮拜呢 家家戶戶都必須要吃素 而我們正好是慶典前幾天去的 所以呢,我們也逼不得已 也要一起吃素啦 畢竟沒有餐廳在賣肉嘛 而現在這個慶典呢 一定要到比較虔誠的縣市 才會看得到 噼哩啪啦講那麼多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要去拜訪我們的 叔公、伯公、舊公、子公、姨丈公 還有 姨婆、姨媽、舊婆、舊媽啦 那在拜訪的第一站呢 我們就先去這個二姨婆的家 當她帶我走到她家後面的 二樓庭院時 不禁讓我嚇了一大跳 非常的shock 那上面滿滿都是花 整個就好像一個世外桃園一樣 喔對對對 這邊跟各位講一件事情 因為我從小就不知道為什麼 特別喜歡人家騎摩托車載我啊 所以每次我回去水裡的時候呢 我的姨丈公就會騎摩托車 然後載我去豆豐 那這次當然不例外啦 馬上連線我們水裡的記者 車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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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是這個起安叫的期間 所以他們那邊的餐點只有樹的餐點而已 不過他們這個樹的餐點也是做得蠻講究的 各個顏色都有 特別是他們的茶還有咖啡 真的是超好喝的啦 沒有喝過那麼純正的茶 在那之後我們就跟大家say goodbye 然後結束今天的旅程啦 這次的旅程真的讓我好好見識了台灣的田園風情 環境是非常田徑 那邊的人也是非常非常熱情的啦 所以呢那邊真的非常適合退休人士去那邊居住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啦 如果喜歡我這種風格的影片的話呢 請大家幫我按個讚並且分享 希望不要忘記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喔 追蹤那也可以到我的FB本專IG去幫我按個讚 OK好我是任聖雲 我們下次再會囉 bye bye eria 嘛 啦 啦 感谢观看